草民 草民参见娘娘 本宫听说 今日几位娘娘 前去为难先生了 草民不敢 谢谢几位娘娘抬爱 他们几个的把戏 本宫还不知道 先生受惊了吧 谢谢娘娘关心 先生只是一个郎中 他们何苦为难先生呢 真是太失礼了 娘娘 听闻娘娘身体不舒服 让草民为娘娘把脉吧 好 不打紧 本宫的病 御医已经瞧过了 今天让你来 是想让你看看这张方子 是否妥当 好 怎么了 敢问娘娘 这是哪位御医 给娘娘开的药方啊 可有什么不妥吗 回娘娘 这荆大脊 梨炉 乌头 还有半下 全都属于药性 相生相克的药材 再以人参为药引 更增加了 这味汤药的毒性了 好 倘若不慎福下 将会如何呢 重者毙命 轻者呢 气血逆行 经脉措滞 生不如死 够了够了 只要生不如死就够了 娘娘 此药方万万不能服用 这张药方 是为先生的一位朋友 准备的 神针堂走失了一位姑娘 眼下可找到了 娘娘 放心 本宫是不会害她的 不过她的命 可是卧在先生手里 请娘娘放过她 本宫说了 她的命 是在你手里 你可要想好 那 皇上没了耐心 本宫也没耐心 容你好好想 来人 娘娘 在 草民但听娘娘吩咐 这就对了嘛 去 禀报皇上 皇府密有事要做 启禀皇上 皇府密来了 这么快就想通了 宣吧 是 宣 皇府密觐见 皇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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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皇上 皇府密 朕让你想的事怎么样了 回皇上 草民不敢抗旨 撰写帝王济世乃国之大事 后代子民也可知巧当朝之事 这是草民的荣幸 你现在说这样的话 那早知如此何必登出呢 可草民愿意写帝王济世 只是邱皇上 答应草民几个条件 你又想干什么 说吧 草民呢有三个条件 其一 草民虽写史书 但仍不入宫做官 求皇上给草民一席清静之地 安心写书 这其二既然是写帝王济世 那就要从三皇五帝写起 这样后人独来 也可知先前之事 好 朕准了你 那其三呢 其三 既然要写历朝历代发生的事情 草民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 方可保证不胡编乱葬 请皇上给草民充裕的时间 允许草民随意出入御书房 行 朕就答应了 不过皇府密 朕可警告你 千万别跟朕玩什么花样 朕可是随时会传你来问话 不过皇上 到时候千万不要敷衍震怒 草民不敢 你就是带着青囊经逃出宫的小宫女吧 把青囊经交出来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否则只能使死路一条了 你在深珍堂躲藏的这段时间 就跟皇府密学到了 他的臭习性 司马魁 你不得好死 老夫这把年纪 生死已经不重要了 你看 你年纪轻轻 花容月貌 可是我觉得 你的死期 怕是要到了 把青囊经交出来 不然把你打入天牢 让皇上治你的死罪 好你个奸贼 你要是敢把我关进大牢 我就把你所有的罪行 全部都禀告给皇上 我一个宫女死不足夕了 不过司马大人 你也难逃死罪 你 怎么 你心虚啊 来人 大人 把她给我送到解涯 交给王宪令看好了 以后我还有用 皇府学长 你可回来了 怎么只有你在 其他人呢 他们都去人心堂帮忙了 我留在这里看家 对了 不准的伤势怎么样了 应该是没什么大事了 不过 不准大哥天天出去找英慧姑娘 他什么都不管了 连心堂就一直没人打理 所以 香菱和大师兄就过去帮忙了 行 我去看看他 我再不回来 你快要累死了 你不会是逃跑回来的吧 没有啊 我是光明正大的 大师兄呢 这几天啊 买药的人特别多 我让他去后山找我爹娘采药去了 还是为了寒食散吗 这次老百姓啊 可真被梁柳害惨了 对了 对了 我听老姚说 不准天天出去找英慧 找到了吗 我也不知道英慧 到底被抓到哪里去了 我问过王大人 他虽然明知那些黑衣人 是谁的手下 却苦于没有证据 我真担心不准在情急之下 会做出冲动的事情来 你也别太担心了 相信他一定会没事的 希望他吉人自有天相吧 大人 太尉大人送来的人 你可安顿好了 已经安顿好了 只是那个姑娘 已经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了 再这么下去 恐怕焦药饿死了 到时候 我们没法跟司马大人交代 他要是再不吃饭 你就把他的嘴掰开 把饭给我塞进 是 这也不知道 这人是司马大人的什么人 如此交代让我看管好的 老爷 不好了 夫人和那姑娘吵起来了 什么 好啊你个小狐狸精 竟敢跟我斗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是知县夫人吧 算你还长眼睛 说你是不是那个王八蛋 卖来做小妾的 说什么呢 我不是他买回来做小妾的 我呀 是来顶替你这个知县夫人的 你胡说 我才是知县夫人呢 这我也不知道啊 这是王知县告诉我的 他跟我说 要把我娶回家呢 就把你给修了 看我不撕烂 你们这对狗男女 你好 夫人哪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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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修了我 今天 我就先把你打死 打死你 拉开 别懒了 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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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你 你这是疯了吧你 还想修了我 看我不把你那些 见不得人的事 去告诉皇上去 让皇上砍了你的头 你这都胡说什么呢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那个司马大人 还有那个梁柳勾结 都做了些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如今梁柳做了太监 我看你也要和他 一样阉割了 才能洗起你脑子里面的 些花花虫子 我 统统 统统告诉皇上去 夫人 闭嘴 闭嘴 你给我把你闭上 老爷不好了 他晕倒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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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给我闭嘴 你知不知道 这是司马大人 送来的人哪 他要是死在咱们府上 你我二人都得为他抵命 把把把把他扶到船上 你给我说清楚 他到底是谁 阿姨啊 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嘛 司马大人把他送到府上 让我严加看管 说此人对他极为重要 再坚持一会儿啊 坚持一会儿 我 阿姨啊 大哥 他到底犯了什么事 要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你谁啊 少管闲事 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难民 好衙门来生事 仗则都是轻的 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太王法了吧 这里是县衙 县太爷就是王法 别结外生枝啊 你们这些难民赶紧走 敢在衙门闹市 活腻了是吧 太过分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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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太凶了吧 皇府先生 怎么会这样呢 今天我去找殷惠的时候 发现街上 有好多病倒的老百姓 一定是梁柳坐的店 那些老百姓 根本就没有钱看病 朝廷下发的救济粮 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这些狗棍 先别说了救人要紧 你快回去 帮我拿一些药过来 喂 你一个人行吗 我可以的没问题 小心点 小心点 皇府先生啊 皇府先生 你们来救救他吧 罗大叔 求救您了 救救他 你病得不轻啊 来 我帮你把把麦 麦伯怎么弱成这样了呢 什么也不说了 当初买了韩石散 吃了就停不下来 那银子都搭进去了 现在家里好几口人等着吃饭 我们实在是戒不开锅了 听说朝廷发了救济粮 可是 县太爷他就是不给我们发呀 我们就找他要个说法 谁知道 他不但不给 还把我们 把我们打成这样 皇府神医 你要 你要救救我们哪 吵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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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找个牢政去 里面要死人了 怎么回事啊 皇府神医 皇府神医 太好了 赶紧跟我进去救人吧 皇府神医 你不能走 不能给那个狗官看病啊 不是我们直线大人 是一个姑娘 她突然晕倒了 有个姑娘晕倒了 大人 跟你说不清楚 赶快进去救人吧 大人 皇府命 怎么是你啊 大人 我正好在门口见到她 所以就把她带进来吧 下去 是 皇府命啊 来来来 赶紧看看 看看她怎么样 她到底怎么样啊 你们对她做了什么 她怎么会这样呢 我 我可什么都没做呀 她饿过头了 现在非常虚弱 快点去准备一盆热水 还有干净的毛巾 快去 好好好 快快快快啊 盈辉 盈辉 皇府先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刚是装晕的 喂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不是司马魁把你抓走了吗 阿姨事情太多了 以后慢慢跟你解释 你赶过去那个狗官房间 一定能找到她和梁柳勾结的证据 她夫人亲口说的 那是你 让他们来找我的 他们没对你怎么样吧 没有 你放心吧 司马魁跟他们说了 要好好对我 他们不敢怎么谅动 行 你就快点啊 你 快快快 皇府先生 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 好了好了 只不过呢 这个房间呢 太潮湿了 还是换一个干燥的房间比较好 好 这个 怎么 难道这么大的县衙 就找不出一个好的房间来吗 他需要好好休息啊 来人 把他移到我的房间去 出来了 静儿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只不过呢 英慧在里面 不行 我也去救他 不用 他在里面没事的 我总不能眼睁睁 看他在里面受苦吧 可是你现在进去 肯定是送死啊 你相信我吧 我一定会有办法救他的 静儿 你确定他在里面很安全 真的没事吗 没事 皇府神医 快救救我们吧 救好了我们有什么用啊 我们还是会被饿死的 对呀 不如我们闯进去吧 抢了县衙的粮食 反正 这横树都是死 是 是 大家别冲动啊 别冲动 别冲动 我不是说过了吗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 我一定会给大家 查个水落石出的 放心吧 我听说 皇府神医现在 在宫里当差 或许 他真的能制服那些狗怪 我们信一次 好 谢谢各位乡亲 对我的信任 现在这里人数众多 要缺少粮食的话 我看这样吧 不如你们大家去神针堂 我为大家免费诊治好不好 太好了 太好了 还有呢 就是仁心堂呢 安排了粮食发给大家 你们快去吧 仁心堂 发粮食 谢谢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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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快去吧 快去吧 快去 快去 终于把粮食都发完了 咱们走吧 走 当然了 去就阴晦啊 有血有肉 是条汉子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 赶紧走吧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借你的胭汁水粉够用一下 胭汁水粉 要那干吗 我自有妙用 黄副蜜啊 这人都昏迷一天了 这 这到底是怎么 怎么 怎么办呀 都怪你们 没有给他吃东西 他现在非常的虚弱 不是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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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烦我好不好 你这样烦我我不能专心治他 要不你先出去吧 我 好好好 本官闭嘴便是 来 喂 大人 我看得不太清楚 你帮我看看 这个是不是治体虚的药啊 你看看 你看看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 我不别 这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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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东西这是 没事 没事啊 我呢 帮你扎两针 扎两针就没事了 别动啊 一 二 三 是不是好多了 好不厉害 好不厉害 我不厉害 怎么会这样呢 我不厉害 用不了了 那倒是我扎错了 我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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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个人来帮忙 我等一下啊 别动啊 你是干什么呢 我是给我家静儿 拿药箱过来的 送药的 那好 进去吧 哦 谢谢 这是怎么了 我 怎么变成 这富贵模样了 我 都怪你 平日里作恶多端 得报应了吧 你给我闭水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别吵了 这样吧 先扶大人去别的房间 我来给他医治吧 来 快快快快 来 还有你啊 你去弄一些 那个很热很热的热水过来啊 快点 快点 就看见他了 好 好 明慧 喂 怎么样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挺好的 放心吧 你没事就好 我怕你有危险了 有什么危险啊 找东西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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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 慢一点 慢一点啊 好 别动啊 我 千万别动啊 你这一针针的 不得把他扎坏啊 你放心吧 他这是面部痙攣 所以我必须呢 要在他这个头的周围呢 多扎上几针 这样呢 就可以缓解他的面部痙攣了 不过最重要的是 三日之内呢 不能见阳光 否则会复发 知道吗 那本官还什么 生堂不安啊 你 你快闭嘴吧 好 时间差不多了 怎么样 好 好了 好了 先生 这是神医啊 神医 好多了吧 神医 只不过要记住啊 三天之内呢不能见阳光 不然会复发 好好好 那好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啊 如果真的有什么事的话 你可以进宫找我啊 宫里啊 不不不不 皇府神医 还是有钥匙要做 下官呢 不敢耽搁 不敢耽搁 那我先走了啊 好好好 还好啊 总算是把东西弄到手了 还是我家静儿有办法 好 乖 你们没事吧 东西有没有拿到 有我不准出马 当然是手到擒来了 给 王知县怎么样了 他嘴外眼邪 我告诉他三日之内不能见光 你可可乖 三日之后他就进天牢了 也见不得光了 这个支县 原来干了这么多龌龊的事 这里记录了 这次赈灾的银子和药材的去处 支县勾结粮柳的草春堂 一起贪污了这笔钱 他们虚报抬高 赈灾所需的银两 还有药材费用的预算 通过粮食的草春堂大药房 把好的药材 换成了坏的药材 这样他们就把钱 全部装进了自己的药包 那个狗棍能有这么大的能带 再说粮柳 不都已经被抓进去了吗 赈灾的银两 都是由司马葵监督发放的 我想这个狗棍一定是受了 司马葵的指使 而司马葵利用了粮食草春堂 还不止这些呢 上次的瘟疫事件 药材迟迟送不来 也是他们从中捣的鬼 汤污了药材的钱 上次我劫药材 被那个狗棍带人抓住 肯定也是他们早就设好的圈头 还有啊 上面写了很多呢 都是郑远大药房 看来粮食草春堂倒了 他们又找到了新的帮手 没想到 梁柳和这个狗棍这么丧尽天良 苛扣百姓的药材和银两 要不是因为药材短缺 瘟疫的时候 也不会死那么多人 真是太可恶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我们有证据在手 明天就禀报皇上 还死去的人一个公道 好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 明天我就去结那个 郑远大药房的药材 分给百姓 老人家 老人家 你醒醒啊 老人家 老人家 老姚 老姚 快 帮我把她抬进屋里去 司马大人 请就下官一命 废物 连个人都看不住 是是是 可是司马大人 此事的关键 在于那个账本呀 我想 如果这个账本 乘在皇上面前 恐怕司马大人 也难以担待呀 女群梵童 你跟那个梁柳一样 诚实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是是是 金司马大人 就下官一命啊 静儿 怎么样 这位老人家呢 也是韩十散的受害者啊 药房 已经没有存药了 昨天已经分完了 一点都没有吗 没有 这可怎么办呢 那看来最快的办法就是抢 好 那我马上带兄弟们过去 等一下 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把这个账本交给李公公 记住 千万不能落在别人的手中 放心吧 强领姐 劳烦你 先替我将殷惠 送到山上去 然后你去城外等我 待我过去跟你会合 记住 我不倒不要动手 好 什么人 县太爷的货你也敢接 我接的就是县太爷的货 找死 死了 没好 房子 连死 杭霖姐 没事吧 没事 走 走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是吧 几位兄弟 把这些药材拿进去熬了 之后呢 就派给所有的老百姓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小心点 这回就有趣了 是 小心点 来 武准大哥好 香菱姑娘 二位辛苦了 这样先跟我进去喝杯茶 幸会儿 好 你们先进去 好 请 来 大兄弟 这药材 是不是皇上批的 赈灾的药材啊 嗯 是吗 我听说 这神针堂 要为民做主啊 是啊 皇府先生 现在在宫里 为皇上效劳 我们大家 就等着皇府先生 为我们报仇啊 是啊 大量不要吵 听我说 神针堂 和我龙虎山寨 向来是为民伸张正义 除恶扬善 嗯 这次我拉回来的药材 都是皇上派发的 最好的药材 这次 大家把药吃完之后 还可以随时到神针堂 领取 这次 要说到报仇的问题 大家可以慢慢地等着 拭目以待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有救了 是啊 我早就说了嘛 这邪不压正 对对对 这宫里啊 自在人心 是啊 好了好了 大家 大家别开玩笑了 先回去吧 好 好好好 走都回去等着 他们先回去啊 都回去等着 走走走 这下好了 是啊 兄弟 我让你送的东西 送出去了没有 送出去了 给李公公了 那就好 下官不知李公公驾到 有失远迎 让公公久等了 恕罪恕罪啊 回华县知县听旨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奉天成运皇帝诏曰 回华县知县管理有方 勤恳爱民 为表彰其在治理瘟疫期间 管理有方 善后有功 特赐与其侯卫 赏良田百景 亲子 谢皇上 还夹绝追风 我倒问问 那个宣都圣旨的 是不是搞错什么了 看了事情有变 我们还是先回去 再做打算 这实在太没有天理了 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要去问清楚 现在去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还是先回去 再做打算 兄弟 糟糕了 怎么样 我刚才交给你的事情 你办得怎么样了 喂 你告诉我 那个李公公 到底怎么办事的 出了什么事啊 皇上的圣旨到了 那个狗官不但没被查办 而且还升了官赏了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不可能啊 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 怎么可能不罚反奖呢 我肯定是被那个侍卫给骗了 怎么回事啊 我一早进宫 侍卫拦着我不让进 把我叫来了那个李公公 可是 这不是刚才宣旨的那个公公啊 那肯定是被人家调包了 这次都怪我 不行啊 我马上进宫见皇上 不好了不好了 他们又来了 什么又来了 那些百姓 正围在神殿堂的门口 吵着要说法呢 喂喂 大家让一下 大家让一下 让一下 让一下让一下 先不要吵 不是说要给我们做主吗 现在这狗官 他还升官发财了 皇府密 给我们一个解释 对 大家稍安勿躁啊 对于这件事情呢 我真的是一无所知 请大家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一定会查一个水落石出的 对啊 我们呀 现在不相信你了 上次你就说让我们等 说要查清楚 我们呢 等来等去 那狗官还升官了 我们这么长时间呢 一直为大家送粮送药 是有目共睹的 升官的事情 我们的确是不知情啊 谁 谁信呢 如果这些药 是我们扣下来的 我还要去山寨 拉药给你们老百姓 干什么呀 对啊 相信你 我们别被他的甜言蜜语 给欺骗了 对对对 不管 现在也不听你的糊弄了 对不对 大家呀 冲上去 砸了他的这个药房 还有什么神针堂 我 一块儿上 都上 都上 对 砸了 一块儿上 乡亲们 大家听我说 各位乡亲们 我虽然不是神针堂的传人 但是 我也算是神针堂的半个弟子 这段时间 看着黄府密和各位师兄弟们 是真真切切地 为老百姓们着想的 今天 大家都在 我就当着 善真师父的牌位 给大家发个誓 是 我们神针堂 从来就没有勾结县官 坑害百姓 我们过去不会 现在不会 将来更加不会 所以请大家监督我们 相信我们 事实就在眼前 支县哪 他就是升官发财了 对呀 对呀 坑害我们那些钱财 还有药材 给我们拿出来 哪一个过世人的牌 为了压我们 真是 就是啊 对呀 你啊 怎么如此热闹啊 是不是黄府先生 又在送药做善事了 哎呀 黄府先生 可真是个大善人哪 之前 本官突发面摊 幸得黄府先生 为本官细心诊治 今天 是本官升官问爵之日 下官特地来感谢 黄府先生救命之恩哪 黄府先生 下官 可不想为了这点小事 影响你我之间的 这种情意呀 啊 好了 我看黄府先生 这儿也挺忙的 下官 就不打扰了 有空来下牙喝茶 告辞 他们就是一会儿 还做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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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做不事 那么嚣张 我记住他了 不准 快跟着他 免得他冲动啊 本官今天真是心情大好啊 升官 发财 又羞辱了黄府秘密 哈哈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认不认罪 大侠 大侠 请饶下官一命 下官还不想死啊 你不想死 这些无辜的百姓 他们就该死吗 你贪污粮食 仗责百姓的之后 怎么就不怕死 你做了那么多亏心事 就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吗 大侠 下官已经知错了 下官回去之后 马上把粮食分发给百姓 天鹰请大侠饶下官一命 你现在知道错了 完了 你让我放了你 请问问这些无辜的百姓 他们答不答应 问我手上这把劲 怕答应不答应 对 不能轻易放了他 不能轻易放了他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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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皇甫先生 皇甫先生 不好了 怎么了 拜卿又来了 不 不是 是不准大哥 他把县官杀了 现在县官人头 就挂在城门口上 老百姓都在那儿 喷手叫 来 拿去 一个山贼 居然杀了朝廷命官 还悬挂人头势众 实在是太猖狂了 眼里都没有王法了吗 皇上息怒 启禀皇上 这个不准 在回华县人信堂 一直免费给百姓送药 收买人心 又鼓动百姓去县衙闹市 起刺三番与朝廷作对 实在是该死 公然与朕作对 难道朕对他太仁慈了吗 是啊 皇上 皇上宅心仁厚 可是这些个刁民 利用皇上的宅心仁厚 一再挑衅 皇上 应该下旨成处 义政军威呀 父亲 兄弟们 你们老大 是惹上大麻烦了 看来这次 是再劫难逃了 这辈子 你们对我很好 我却没有机会报答你们 这些金银财宝 都是我的家当 今天 你们就分了吧 从此以后 各自珍重 这个寨子 就散了吧 老大 我们不走 我们跟随着你 是啊 这些年来 你待我们不薄 我们都是 无家可归的人 多亏了你的收留 在他山寨里留下来 你去哪儿 我们就去哪儿 我们誓死跟随老大 誓死跟随老大 誓死跟随老大 好了 这一次 这一路上路途艰险 我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 怎么能把你们 都给带上的 老大 我们几个 留下来看住山寨 等你回来 好 我不准 有你们这帮兄弟 也不枉此生了 参见皇上 免礼吧 谢皇上 皇上 不准真的是为民除害啊 那个支县贪污赈灾款 残害百姓 百姓们都已经要暴乱了 不准杀了 给他们出了口气 百姓们 这才没有暴乱呢 只为你 什么只有 一生中需要 隐藏多少秘密 无数个辛苦和伤痛 任世间恩恨恋人 许多悲何苦 让所有的错过随风飘走 从今在一瞬间 曾经拥着我的肩 一生都 爱无悔无远 花开的那一刻 回忆如叶落飘飘 温暖我 为你守候到永远 一生的记忆 需要多少承诺 一个传奇的故事 看见梦一念之间 花泪为花碎 远来远去 花却随风飞去 天地间 刹那间 雪花飘泊我的爱 情不情 远落花 随流水 花开的那一刻 回忆如叶落飘飘 温暖我 为你守候到永远 旧梦在 为情爱 花开 花落 花无悔 温暖我 只为一生的承诺 拉带你那麽 生我的年轻more 收艰 ens俊